在节能环保 循环经济 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同时 深化双方文化 旅游等人文交流 不断增进两国人民 尤其是青少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前缘表示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深化日中关系 愿积极努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取得新进展 作为我国沿海省份之一 河北省通过打造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 冀冬港口群 使离港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几天前 河北黄华综合大港正式开航 港口年过货能力4000万吨 完全建成后将超过5亿吨 成为距离河北省中南部 以及近北 陕西 内蒙古等地最近的出海通道 一托黄华港 河北打的是经济牌 在苍州 临港化工园区 由于运输便捷 已拥有年产23万吨距离乙锡生产线的 河北金牛化工 正打算新上马一个40万吨的生产线 而循环发展的临港经济新模式 还使他们与一路之隔的河北大化结成联盟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原料 之一就是这个原盐 氯气 因为周围有咱们的这个苍州经济化工 它就生产氯气 而且我们的这个副产品 又恰恰就是这个氯化氢 回到这个经济化工 有了临港园区的强劲之称 今年上半年 苍州市经济增速位列河北省榜首 而通过建设港口与内陆的连接通道 并在沿线布局产业集中区 河北的港口经济还向腹地延伸 港口吞吐量与经济同步上涨 2009年 河北港口集团在全国沿海港口企业的排名 由第七位升到第四位 集团整体的竞争力的提高 使过去港口业单个城市的拉动 转变为对全省经济的拉动 今年上半年 河北临港经济总量近千亿元 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的河北 正由内陆经济向沿海经济加速转型 目前已初步形成 临港工业聚集 内外贸易繁荣的滨海现代化都市群 随着清淤工作的继续推进 白龙江两岸的清淤作业面 有望在今天夜里实现连通 目前 周区被淹城区水位继续明显回落 截至今天下午4点 城区水位在24小时之内回落接近30厘米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昨天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窗户只漏出了三分之二 那么今天 现在整个窗户全部漏出来了 为了加快河水下泄 城江桥下游的一些丁字燕 开始逐步拆除 下一步 武警水电部队将会按照河水的流逝 进行河道整理和龟槽 沙川坝的过渡安置点 1500顶帐篷今天搭设完毕 需转移安置的群众 明天就可以搬进新的帐篷社区 由兰州军区某集团军 从西安紧急订做的1700套客桌 今天运达州区 这批桌椅将保障州区县城关 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按时开学 同时 教育部捐赠的5000套 灾后心理教育课本 已发放到同学们手中 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 甘肃省已经收到捐赠资金 超过6亿元人民币 物资折价2000余万元 四川汉青公路全面恢复通车后 大批重建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正源源不断地运往 受灾严重的民族清平乡 清平乡板房小学正在紧急搭建 已确保200多名小学生 在9月1号开学 因为洪灾离家在外的清平群众 正在陆续返回家园 在应秀 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已经结束 武警官兵开始转入微防排查工作 医疗人员每天都在重点区域 喷洒药水 消毒杀菌 定期对当地的饮用水源和食品 进行监测 并向当地群众发放卫生防疫药品 预防肠道传染等疾病 昨晚9点 成都军区某爆破分队 赶赴水量陡增的成都府河 目前四川因灾中断的道路 已基本抢通 全省燕色湖险情都得到有效控制 今天15点10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地将天会一号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天会一号卫星主要用于科学研究 国土资源普查 地图测绘等诸多领域的 科学试验任务 这颗卫星获取的摇杆信息和试验结果 将对我国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 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128次飞行 今天上海试博会迎来乌克兰国家馆日 乌克兰艺术家将这个美丽国度的 传统乡村歌舞 搬上试博舞台 乌克兰国家馆的主题是 从古老迈向现代 馆内从传统民族的形成 科技服务城市和城镇的历史 等几个方面 向游客展示了乌克兰民族 独特的文化和悠久历史 从今年开始 试博园部分场馆开始加盖 文明官博纪念章 纪念章的图案由各场馆自主设计 试博局将根据各场馆 在推动文明官博方面所做的贡献 逐渐在更多的场馆推广 下面请看一图简讯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 我国将继续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 研究建立养老金与经济发展 工资增长物价水平 相联系的正常调整机制 位于青海的拉西瓦水电站 五台70万千瓦发电机组 近日全部并网发电 它是目前黄河流域装机容量最大 送出电压等级最高的水电站 是西电东送北通道的 重要骨干电源点 目前广西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 涵盖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等阶段 全程覆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 每年投入资助经费达65亿元 汇集近700万学生 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 争名候选投票工作 昨天截止 澳门居民对争名首阶段选出的 五对候选名字进行最后投票 处理和点算工作即将展开 不久将公布结果 再有1100多人的今年首趟 晋江棉农专列 昨天从兰州开往乌鲁木齐 作为晋江最大的中转站 兰州铁路局 今年将加开多趟棉农专列 及林克六三二列 预计运送晋江棉农十万人 第十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昨晚开幕 本届电影节 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 437部 是电影节历史上 征集影片最多的一届 今年还首次举办 金麦穗奖农村题材电影评奖活动 一批反映热共艺术的 唐卡精品 今天在青海黄南州集中展示 作品介绍了 唐卡在热共地区 演变传承发展的过程 热共艺术 以藏传佛教 藏族历史人物和神话故事 为主要内容 葡萄牙海军 萨格雷斯号风帆训练舰 昨天结束对上海的友好访问 启程赴东帝问 访问期间 胡海军参观了 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 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文化交流 昨天 我国选手再夺青澳会 乒乓球女单 女子三米板 男子练球 三对三女男 四枚金牌 目前中国代表团 以28斤 16银 5铜 继续位居蒋埃榜首位 下面请看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 同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就弘扬传统友谊 加强全方位合作 达成广泛共识 一致同意 把两国关系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祖马首先代表南非政府和人民 就中国最近发生 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灾害 向中方表示诚挚慰问 胡锦涛对此表示感谢 胡锦涛说 建交12年来 中南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 战略对话富有成效 南非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 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 势头很好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 多哈回合谈判 非洲和平与发展 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双方也保持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祖马表示 南非同中国有着十分良好的关系 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交换意见 有助于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友谊 目前南中关系已经发展成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务实合作涵盖了各个领域 南方对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 表示十分满意 胡锦涛说 中南两国是好兄弟 好朋友 好伙伴 中方高度重视对南关系 愿同南方一道 按照深化两国关系的新目标 新要求 为深入发展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共同努力 在政治方面 两国领导人可通过多种方式 保持密切交往 从战略高度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 双方要充分发挥 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 战略对话等合作机制的职能和作用 进一步落实双方已签署的各领域合作文件 为中南关系发展 提供机制 法律和政策保障 两国执政党 立法机构 要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和平台 加强对话交流 相互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促进中南关系深入发展 在经贸方面 双方要本着互利双赢 共同发展的原则 促进贸易增长 加大投资力度 推进能源合作 优化金融服务 推动两国经贸和经济技术合作 又好又快发展 在人文方面 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在文化 教育 截止事件当中已确认八名香港同胞遇难 另有两人重伤 五人轻伤 中国外交部部长